今天很榮幸在我身邊請來來自台灣的Joanna Joanna 你好 嗨 Hailey 我手上拿著的就是Joanna的最新專輯 Joanna先跟大家說一下 為什麼叫Bob Music這個名字 我想取一個 因為這張專輯的概念就是 very stupid teenager 所以我也想取一張專輯 就是名字是一樣的 就是 it sounds very simple kind of stupid but kind of cute 那可是Bob Music 那時候就想說 oh you know it would sound funny if it was like 就是說 it's like a play on words on pop music but it's like a stupid broken version of pop music so it's Bob Music 但是剛剛你有提到就是很 cute 的那種感覺 我們看這個圖案其實也蠻 cute 然後看裡面 對 其實更可愛 對 是要把這種感覺帶給觀眾這樣嗎 對 就是說 其實因為這整張專輯的音樂風格 就是說我通常在找專輯的美術的時候 就是我希望是找出怎麼說 我覺得就是anyway visually it really matches the music 所以對我來說就是 這就是如果音樂是視覺的話 它會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是可以找你的同學幫你畫的對吧 對它是我高中的同學 它叫做Sunny Quinn 然後就有一天我在用Facebook的時候 我就看到他PO了一張自己 碳畫的東西對吧 其實他畫的 其實那時候我看到的是後面這個 後面畫的這個 就是一個青少年的男生在 在那個洗衣店裡面就是喝飲料 然後我就馬上message跟他說 這張照片我可不可以買下來 就是我要用 然後我就跟他說你可不可以 我們可不可以合作就是我下一張專輯 然後他就說喔 我很榮幸就是可以這樣 所以anyway我們就 就做出了這樣子的作品 對裡面也很可愛 我們看到那個顏色用起來的時候 也是很colorful 然後很可愛的感覺 我知道這張專輯就是你跟韓國的雙人組合 一起製作的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為什麼這次會跟他們一起合作嗎 其實我兩年前 就2013年的時候 我有 我開始去韓國去參加songwriting camp 那songwriting camp這個東西呢 他就是基本上因為韓國的音樂產業是非常的龐大 然後今天幾乎每一天都有新人就是定居這樣子 so 唱片公司就是永遠都需要新的新的歌曲 那songwriting camp他們的 怎麼說他們的功能就是說 we have 就是有做編曲的人跟做寫旋律的人 然後每一天呢 就會就會說我們可能 比如說JYP或是SM或是Wooland 我們這樣的公司 他們就說我們要發一組這樣的藝人 或是說已經 或是說已經發過片的藝人 Anyway 就是我們今年夏天 要做出什麼很清新的感覺的歌 或是說冬天聖誕節要來了 我們要做出有聖誕氛圍的歌 然後呢我們就會去依照他們給的訂單 去做這樣的歌 去寫 可是他們不一定會買 但基本上就是所有的songwriter都希望寫到很大的藝人 因為寫到很大的藝人的成本 你的收入就會比較高 所以anyway這就是songwriting camp 所以我就開始參加這個以後呢 我第一次去韓國參加songwriting camp 我就遇到了Kurchin Center 然後就我們就合作了幾次就非常的有默契 然後我們也成為了很好的朋友 然後可是因為我們都是在做別人的歌 我們是第一次做到就是我自己全部都是我自己寫的歌的時候 我才發覺 Oh my god We are a match Made in heaven For this album 就是因為我一直想要做這樣的專輯 可是我就是 還找不到對的製作人這樣子 然後 聽到他們的東西以後我就想說 很喜歡 我就是 怎麼說 有點就是 被打到的感覺 It was amazing like it was perfect 然後那時候我們做那首歌就是專輯裡面的 開頭歌叫做When I Nod Anyway我們做了那首歌以後 我就說 我想要請你們來跟我製作我的下一張專輯 然後anyway就因為這樣子 所以這整張的專輯就是在韓國錄製的對吧 對 歌 歌 就anyway就過去一年 其實有一些歌是更久以前寫的 Anyway就是I've already written the songs 然後後來我就八月份我就去了南韓 然後我們就花了三個禮拜的時間 就是每天在電腦前 就是把編曲做出來 對 但是那三個禮拜的時候 你有沒有感覺譬如說突然間 唉有一些時候想不到要做什麼的感覺 會 會當然還是會 然後我就會很沮喪 然後我就會跟Coach說 啊 怎麼辦 都不知道怎麼辦 都不知道怎麼辦 就是有時候我覺得就是 有時候我覺得 我不知道 我覺得每次做專輯的時候都是 you know you have to really dig deep and realize what a failure you are 就是你 就是 你要去面對其實你是 其實有很多沒有辦法做的事情 所以 可是當你去面對這個時候 然後你去 overcome 這個事情 你就會成為一個更好的製作人 嗯 所以跟他們應該是蠻有默契的 現在 非常有默契 對 然後我知道這個 其實我有看這個專輯的一些MV 裡面也是很可愛啊 也有很完美的 還有很科學的感覺 就好像 有一些很像廣告的樣子 是你的意見嗎 這個是 對 就是 很多是 譬如說 scientific method 這支MV 就是腳本就是我寫的 然後 可是這樣譬如說 有一個叫做 Whip out the shampoo 那個就是導演 導演的想法 所以其實 its you know 我們就是 誰有誰的想法比較好 誰就 誰就做 like whoever has the better idea who they do it 不過有時候我跟導演 還是會有意見 就是不合的時候 對 但是這次這張專輯裡面 其實你想表達給聽眾的朋友 有一個什麼新的感覺 I don't know 我不太 我不太 還是 做自己 I'm just trying to make what I think is good you know it's like I don't 我不太相信這一套 就是說 就是 這次我要帶來一個 什麼全新的藝術 you know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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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musician I make stuff I like and you know I make stuff that I think other people would like that's all there is to it 所以就是做 自己喜歡的東西 帶給聽眾 就覺得是最好的 對吧 就是我 我 就是說 我的想法是說 就是 我要 我想做的音樂是 會很衝擊 對 我的耳朵的音樂 那 所以 我的聽眾也是說 我理想的聽眾也就是說 會會了解這樣的東西 所以 有時候 或許我做的東西不是很大眾 對 可是我覺得了解他的人會非常喜歡他 嗯 我知道有蠻多的聽眾也很喜歡聽你唱情歌這樣 對 但是這個是 是不是對你來說 情歌 現在的你是不是很小會在寫這樣子 我從來沒有 那些情歌不是我寫的 嗯 對 那個唱片公司要我唱 所以是不是說你自己比較喜歡就是 不是愛情的這個路線的東西 我覺得不是說什麼現在的你其實喜歡這樣 是說 就是 藝人的路就是 有時候唱片公司要你做這件事情 然後有時候你就是有空間做自己的事情 對 所以大家期待的話 應該就是要等 等到有一天 說你想寫的時候 才有機會聽到對吧 我都已經做這樣的東西了 對 沒有我的意思就是說 I'm sorry You can't expect anything from me because I will just do what I want to do 對 所以這個就是你自己 對 所以對你來說 音樂彈的 對這兩個字 對你來說是什麼呢 我覺得是世界上 所以對我來說是 最接近我覺得 超越 平凡 的事情 就是說 我覺得 怎麼說 我覺得生活在世界上 最接近就是 What is What is divine What is beautiful What is Something bigger than just real life It's It's what you can find True beauty And magic And love So That's how I feel about 所以對你來說是很重要的一種事 就是 比重要還重要 比重要還重要 這個才是 怎麼說 比如說 大家看到你的 其實你的專輯 他們會感覺 這個就是 Joanna 你想 給大家這樣的一個感覺嗎 People can think whatever they want to think You know It's just You know But just Do homework Before they make their assumption 所以之後的你還是 比如說 下一張專輯 有沒有已經想好一些 概念 還是想 都是做自己 是不是繼續會很煥美的感覺呢 就是 我是會做我的創作專輯 嗯 也是很煥美 很意想不到這樣子 You'll see 所以大家要期待 那有沒有想要來香港的開音樂會啊 跟大家還的比較接近的一個festival這樣子 Yeah I would really love to 就是說 因為其實 怎麼說 有時候在我的Facebook上 我會看到很多就是 香港的歌迷朋友 是非常了解就是說 I guess the things that I do or who I am 那其實因為 對我來說在我的人生裡 就是了解我的人 就是 就是 not that many so for me 當我看到這樣的人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 非常的 感謝他們也非常的 覺得非常的親切 所以我也很希望就是 可以來香港就是 表演給他們聽這樣 所以大家要期待 有一天這個你會來 然後就是這個 有一種很煥美的感覺 也跟他們是很接近的感覺 對吧 好今天謝謝Joanna 然後我知道 這是你準備了 即將簽了名的 專輯給大家 那現在要請你問一條問題 好吧 我想要問的問題就是 請問科學方法裡面 總共有幾個步驟 how many steps are there are how many steps are there in the scientific method 這個一定要看你的MV 不用 其實你上維基百科 就是嗎 跟我的歌有點關心 好 謝謝Joanna 謝謝Joanna 當然大家剛才都聽到 Joanna問的問題 大家如果有興趣 或者很想得到 這隻Joanna的親筆簽名CD的話 就要回到我們 HKOnlineTV的專頁 答對問題的觀眾朋友 就有機會得到 這隻親筆簽名CD 今天再次多謝Joanna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大家好 我是Joanna 王若玲 你現在收看的是HKOnlineTV HKOnlineTV